其实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传统股比较弱 但是科技股其实是做好 见到其实就业数据最新的 首次及持续新领息国际人数 高过预期 就是差一个预期的原因 大家都会看会不会怕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否有反弹 但见到其实科技股做好 是因为债息回远 你怎么看外围的市况 对于现在的政策走向 如何去解读呢? 我想昨晚当然数据上 只有失业救济金 但其实每个星期四都有 其实参谋意义不是太重 除非很大的差异很大出入 所以反而昨晚 整个市场最受影响 其实都是拉回前一晚的 未连算议息 我想也有点影响 虽然大家经常说 结果是比较轰一点 就是说出来的说法 但是你见到其实会后 鲍威尔都包了几个底 又说回觉得通账是暂时升 等等各样的东西 其实反而昨晚市场的反应 就真的比较倾向 有点点还相信著柱谷 这样的一个说法 第一要这么说 因为昨晚 刚才Irene提到的一点 就是三大指数分化走 传统股是跌 就是道指跌 反而科技股 传统股是升 纳资是升 那这个因素 其实就相符 刚才提到债息分野的情况 因为昨天债息 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全部都是升 但是 如果以分开长短债息 比如两年期 五年期 或者十年期 这些来说 那个升幅 其实是挺不同的 反而短期 比如两年期的升幅 就代表着大家真的会觉得 短期性是通胀的 虽然短债息是升得一级 但可能长期来说 他们都相信 可能真的有回落 然后长期债息就慢了一点 而趋平的原意 就令你刚才说 资金反而会拍到新经济股 那些科技股 反而传统股 银行股就会更严重 所以昨天有这样的分别 刚才提到经济 现阶段大家市场反而有多倾向相信 都会觉得通胀是比较短期性的 可能今年还是强 但可能下年回来已经不太高了 有点像和白威尔说的说话 是差不多 所以我想接下来要再看 两者的看法 市场也好 储局也好 有没有继续一些转变 或者是同步 这个很关键 如果你说是继续同步 都是这样相信一个这样的情况 虽然说会加息 但是说是2023年的事 就是两年后的事 如果看法上 没有太大分化的话 短期来说 科技股可能会再强些 这个其实对港股方面 也有些好处在这里 那对港股方面 不过我 好 有些人 我对港股方面 可以做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